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历史都不能够倒带 即使川普下台了之后 美国正式成为一个不止正当恶斗 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国家 什么叫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往往是反科学的 意识形态是高于人们基本的常识的 高于很多的理性 在这一次美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疫情 美国过去在接种疫苗里头 从来没有这一次的状况 而这一次主要是很多共和党的信徒 认为疫苗是民主党的阴谋 讲起来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常识 更不符合历史逻辑 因为疫苗的开发是川普政府时代 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是共和党人在这一次 尤其是他们掌握的州 即使死亡的人很多 即使医院已经崩溃了 比如说佛州 佛罗里达 另外像Texas 尤其是佛罗里达的州长 他把自己当成第二个川普 希望成为2024的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 他在这件事情中紧紧地抓住 共和党的基本教育派的精神 美国过去我们谈意识形态 很可能表现在经济的主张 表现在宗教的主张 表现在堕胎的主张 在川普现在说表现在种族的主张 谁也没有想到在疫情这件事情 意识形态打败了向来 以科学至上的美国 失败不可取 可取的是不愿面对失败 美国对抗Delta之战 在共和党执政州抗疫过度政治化 疫苗接种率因而严重南北失衡下 不见起色地继续失守 高感染风险社区比例 一个月来从19%暴涨 至目前的98% 12岁以下不能接种疫苗的孩童 单州染疫住院人数 激增84% 美国难堪的荣登 单至确诊数 全球冠军 我们现在在约上100,000新疾病 每天升到37% 在一个星期 只剧差不多 due to Delta sweeping through unvaccinated swaths of southern states. Arkansas Governor Asa Hutchinson said Monday only eight intensive care unit beds were available in the state, while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sked hospitals to postpone elective surgeries for the time being. In Florida, which set a single-day record on Sunday with over 28,00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CDC, hospitalizations have been at record highs for eight days in a row. 拖累全美防疫的共和党执政州 除了南达科他州女州长莫穆 放任数十万名歧视不戴口罩聚集该州 参与年度重击盛会 制造出一场超级传播者事件之外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及德州州长艾伯特 则是双双如是两州近期确诊总数高占全美四成 和两季接种率分别为49.9%及44.8% 接种率不佳的动争事实 大型反制反科学之道 把戴口罩打疫苗等科学议题 与保守派信奉的核心思想 保障个人自由 女人学处理挂钩 以提未来可能的总统暴富 变下血票基础 被形容是散播政治病毒 反使周内疫情恶化的两大反攻位级先锋 佛州近期疫情之研究 是纵使全美感染率最低的30周确诊数相加 都还不及佛州一周高 且孩童感染率持续激增下 当地医师工会已经预告 由于州住院率已暴增为全国三倍 未来一周将有六成医院出现严重人力短缺 拒收病患现象无可避免 但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却像盖上耳朵般听不见医界的委屈与不满 继续埋首在他与州内学区的战争 对于那些他般领境 禁止学校强制学生戴口罩后 仍选择抗命的各级学校 德桑提斯以延后发放补贴经费 或不及发校方薪水作为载质 而当面对白宫介于佛州疫情 日趋恶化 送来布希契已持缘当地医院 他进大手议会退货 称无此必要 我们看到了更多客人回家 医院的人 非常大的需要 for critical care beds with critical care resourc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ending at least 200 ventilators to Florida to help address the surge DeSantis saying he was unaware of the request I did not know about that so I have not heard about that so I have to check to see whether that's true or not As a policy, we don't send ventilators to states without their interest in receiving the ventilators 一切令人费解的防疫表现 或许是因为德桑提斯 坚信佛州疫情无虞终会散去 他说英国纵使在确诊飙高时解封 疫情仍然走向反额 认定佛州也将如此 但英国靠的是八九成疫苗高失打率 未破五成的佛州有资格相提并认吗 一件事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大利亚的壮大利亚 然后大利亚大利亚的跃异 很快和Delta 就是是特别的一样 是特别的跃异讯和是特别的跃异 是特别的跃异在印度中 我觉得它显示这些东西有很棒的生活 并看到的指示 你会看到的指示 我认为你会看到的不光明 我认为所有的州市区被增加 然后它会看到的是 德州州长艾伯特则是在 颁令禁止地方政府实施 违反人权的口罩强制令后 沿见该州疫情急速恶化 仅下令各籍医院暂停施行 非必要手术 遭舆论炮轰 一令不如一令 美国新学期开学在即 地方民意开始反扑 艾伯特的翻口罩甚至开始 踢到铁板 overflow tents erected in Houston and in North Texas the region down to only two pediatric ICU beds these are not just for COVID car wrecks and anything else if your child needs ICU and a ventilator in a 19 county area we have two after banning mask mandates across the state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now asking hospitals to stop non-emergency surgery to make room for COVID patients court ruling now has public schools in Bexar County ordered to mask up starting this morning Bexar County Judge Nelson Wolf calling this a major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nd the quickly spreading Delta variant 英国卫报报导已有十多个共和党执政州 在禁止口罩强制令后 考虑限缩地方公卫部门的紧急权力 打算以侵犯隐私为由解除群聚禁令 如是全美疫情最严重州之一的密苏里 已宣布该州公卫限制不得超过30天 再看看华府政台 其实还有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反科学论调 更遑论出自一位曾为专业医师的议员之口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曾是眼科医师 近期因发布口罩谬谬论影片 遭社群网站停权 美国国内停论直言 若兰德保罗只是为了守住川普 在深宏选区肯塔基州的基本盘 替自己赢得保守派选民支持成功联阵 但这么做究竟是求胜的疯狂还是绝望 全美在口罩使用及疫苗接种上存在严重党派分歧 或许有助于解释共和党民选官员种种为被科学的反制行为 说穿了就是要讨好保守派选民求得来年大选顺利 美国蒙莫斯大选民调显示 八成五民主党人支持恢复口罩令 仅24%共和党人表示相同看法 有穿病专家这么形容自己的国家 美国是活生生的两个世界 令人遗憾的是南方的疫情仍会往外扩散 影响东西暗额北方 终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 为何要如此残害彼此 以牺牲人民为代价 只求延长政治生命呢 百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